早上的時間 早上的時間 裡面有很多關於戀物屁這件事情 對 情慾這件事情 可是對導演來講 他一直說他不要有情慾 可是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兩個人就是有情慾 只是在一個泡泡裡面包起來 是吧 大家快害羞,你不要再說話 所以好像兩個人在戲中有一些比較親密的一些互動對不對 我們的親密跟一般人想像的親密又不太一樣 因為導演真的太特別了 他常常在現場會有一種 他會想要我去做一些行為 但我會很不急 為什麼這樣子是一種浪漫或者是 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像他可能就會要我去摸男主角的五官 然後把五官的名字唸出來 就是眼睛啊,鼻子嘴巴這樣 就邊摸邊唸 我說這不是一般人會做的吧 但他就會有這樣子的浪漫 好像有些人在哨中的腳上 然後跳 對對對,就是踩在 兩個人光著腳壓 然後在跳蟲裡面,然後踩著腳跳 然後我想說這件事情 我大概二十年前我爸還在的時候 就是小時候跟他做過 就是對我來講 會顛覆我一些最浪漫的想像 對,因為我可能比較不是那麼浪漫的人 然後但在這部戲裡面我們就綜合 就是導演要求什麼我們還是會去做 對,就是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滿好玩的體驗 對 那劇中剛剛有講說戀物癖的部分要不要講一下 戀物癖的部分喔 我比較不像是戀物癖 我比較是對腳有執著 然後對於,因為我是一個賣鞋的女生 那我對於穿上我鞋的客人會有一種 我就是覺得他應該要有完美的腳 才能配得上我完美的鞋的這種執著 所以腳不美就不能買 對,腳不美就不能買 但這也顛覆了我個人 因為我個人的腳真的不是太漂亮 然後但這一次就是 因為當然也有很多幫腳的秘方 對,然後我也學到滿多的 像是會用薑啊,泡澡啊,然後包 就是擦完乳液用保鮮膜包啊,然後去腳質啊 就是這種很精細的部分都是我個人沒有的特質 但這一次拍完就有學到 人生不可能回去跟你小時候講些什麼 或是重新再來過,提醒什麼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就是一個非常怕沒錢的小孩 然後我過去是拼命的賺錢工作 然後會工作擺第一設計掉所有的事情 但我回頭來看 其實我失去的那些東西是錢買不回來的 對,沒有到後悔,可是會有一點點遺憾 那我也想要回去提醒小時候就是 稍微衡量一下 就是不是說錢不重要 但是它不是萬能的 錢買不回來的東西 到底哪一個東西有哪一個東西 就像可能朋友的婚禮我就沒有去到 我就沒有這樣共同的記憶 或者是我那時候在選擇上面 我沒有會選工作 我沒有選念大學 我當然知道學業這個東西 你還是可以回去念 可是你不可能買一批跟你同年紀的人 一起回去 就是那些記憶就是我失去的 但真的是錢買不到的 對啊,或者是他一些朋友的相處 什麼 嗯 不是這個嗎 不是這個東西 我要來看 сделать 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